你好,我是莉莉 今天是2021年的9月27号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习近平布局全球港口的野心 美国之音报道 全球贸易80%通过海运完成 而港口是海运的节点 中国不但在本土作用世界十大港口中的七个 而且已在至少60多个国家 有国有企业投资 兴建原件或租赁港口 希腊的比雷埃夫斯港 位于速游海上十四路口支撑的爱琴海 辐射欧洲大陆、中东和非洲 在希腊语中为恶守通道之地 中国最大的远洋运输公司 中国远洋运输有限公司 在2016年收购了该港的管理权 后来希腊一家法院又批准 这一欧洲的南大门港口 向中原出售更多的股权 使中原在这一地中海重要枢纽的股权 从目前的51%提高到了67% 中原最近的另一出连台好戏 可能是德国汉堡港 中原入股这一德国第一大港的谈判 或即将完成 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之间的汉堡港 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外贸中心之一 是欧洲最大的铁路港口 还有缅甸的交嫖港到云南的昆明 从昆明已经有县城的铁路公路 再到重庆 这样就把中国的腹地长江经济带和印度洋联系起来了 除了交嫖港之外 在孟加拉第二大城市极大港 也是印度洋的一个港口 也准备修建一个港口 再有一个第三站 就是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 汉班托塔其实中国已经投资了好多亿美元 已经建好了 离开斯里兰卡之后 下一站不是印度 因为印度是中共的敌人 所以绕过印度 下一站就直接到了印度洋的另一大港口 就是巴基斯坦阿拉伯海中的一个大港口 这个港口就是瓜道尔港 目前来讲瓜道尔港也已经建好了 这个港口距离伊朗大概也就50多公里 对面就是波斯湾 大家知道波斯湾所谓的海湾国家 海湾国家基本上就中国的石油每天消耗 如果说每天消耗两桶石油 有一桶就来自海湾国家 2018年12月初 中国海运阿布扎比码头正式启用 标志着一带一路倡议 另一重大项目顺利建成 这个半自动化的新码头 是阿联酋主要海运货物处理设施 哈里发港的大规模扩建项目 由中原海运港口与阿布扎比港务局共同发展 另外中共于2017年正式启用 其在吉布提的军事基地 这个基地地理位置显耀 它仅邻雅丁湾鸿海入口树 是通往苏伊士运河和地中海海上运输的一个要塞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家研究中心非洲项目主任 福德蒙特曾不要识 中共在非洲的军事参与 是其一带一路 整体战略的一部分 如果美中发生冲突 中共在非洲大陆的军事基地 可能使美军进入非洲地区和采取行动的能力 受到钳制 美国之音说 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行贿和其他不成时 商业做法的强烈诱惑 特别是考虑到他们可以通过迅速推进一带一路 而在中国国内获得的政治信用 这将进一步加剧这些中国企业所在国家的腐败问题 同时中共对这些国家基因层的控制 可以作为中共控制这些国家商业资产 或军事资产的有利工具 报告说 中共的战略是为参与国创造债务负担 加剧当地基因阶层的腐败 这种局面将会限制这些国家 退出中共运行的轨道 使中共能够有效的锁定其影响力 报告认为 在地缘政治方面 中共在一带一路旗帜下 建造的军民两用设施 将进一步提升中共军队在全球行动的能力 这将给美国及其盟友和伙伴 在印度洋地区及其他地区的行动 带来新的风险 中共在吉普提建造一个商业港口后 又建立了军事基地 成为一带一路项目 如何让中国军队更加全球化的典型势力 自从习2012年上台之后 尤其是他收拾了那些所谓的腐败家族 其实也就是他的政敌 他在国内稳定了之后 习就想称霸世界 而称霸世界的话 肯定要拿下许多国家 而拿下这些国家的港口 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就像美国 美国称霸世界 美国也在全球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 而中共要想在全球称霸 它也要在海外建军事基地 建军事基地的话 它不可能明目张胆的这么建 所以它要首先建港口 我帮你投资 然后政治渗透 经济渗透 用美女用金钱 把那些上层的精英全部拿下 就开始用中国的这些个钱 去帮他们建港口 然后再由他们国家的税收来还 所有国家的上层都是一样的 贪婪 自私 腐败 他们不会关心老百姓的死活 税收给中共 他们也无所谓 反正他们从中共那里 捞了大把的金钱 当然大多数的港口 中共都会用于经济目的 因为中国要从全世界进口原材料 进口石油来发展它的制造业 再有中国制造的产品 也要运输到全世界 所以这些港口最主要的 也适用于这种经济目的 但第二个目的 中共要在那偷偷的建 某些个军事基地 在那驻军 中共是不可以明目张胆的驻军的 所以呢 他就把很多解放军军人 装作海员 或者装作工程人员 在那边建设也好 做港口的运营也好 在某些关键时刻 这些个军人就可以直接拿起武器 去战斗了 他们全都是假装的海员 或者是港口的工人 其实都是中共真正的军人 中共从开始起家的时候 那些个所谓的游击队 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些个游击队员 扮作老乡 平时呢 就在那种地也好 运粮食也好 卖东西 做小商贩也好 但是呢 在某些关键的时刻 他们就全都变成了军人 现在呢 在全世界的港口 中共也是这样操作的 中共就是要称霸全球 最主要是对抗美国 然后习成为全球的老大 最后再说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 一 德国大选刚刚揭晓 左翼社民党赢了 成为国会最大党 而执政的默克尔的基民们 得到了有史以来最低的票数 基民们虽叫保守派政党 但默克尔执政16年来 越来越左 热衷政治秀 导致大量非法移民涌入德国 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 二 亚利桑纳马里克帕县选票审计 正式公布后主流媒体沉默了 不再像之前那样欢呼拜登赢了 有人悲观说 亚利桑纳马里克帕县选票审计 查出5.7万问题票 又能怎么样呢 其实它意义非常重大 因为有了这样的结果 各州的司法机构就可据此追查 这些票都是投给谁的 检察长已经宣布这样做了 如最后查处拜登真正得票数 低于他在全州赢的10457票 其胜选证书就失效了 并会鼓舞其他州也这样查 这是揭开窃选黑幕的突破口 即使拜登不下台 这件事情也会让蒙蔽的群众清醒 有利于右派势力 在2022年夺回参众两院 只有右派掌权才能灭掉中共 三 搜狐新闻报道 吉林省一水务公司 持续到明年3月份 停电停水变为常态 吉林省新北水务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6日发布公告 按照国家电网要求 将执行东北电管局和吉林省能源局 有关有序用电的精神 不定期不定时 无计划无通知停电限电 此种情况将持续到2022年的3月份 停电停水变为常态 因此会导致有战梦战断电 而无法正常供水 近期会经常出现 因停电而导致的停水现象 望用水单位及居民 及时做好准备 随时关闭水龙头 不便之处 敬请谅解 看了这个消息之后 我第一个感觉就是 整个东北天寒地冻的日子 这老百姓可怎么过呀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了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